本週第一則話題 HoloLive被編入日本課綱 真的名流侵蝕 變成日本歷史人物了嗎 去年VTuberで大炎上した主人公 HoloLiveのキリュウココを 皆さんは覚えていますか 先日キリュウココは生放送中に 自分が日本の教科書に載ったことについて話しましたが 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でしょう 大家還記得去年闖很大的 HoloLive演唱事件的主角 童森可可嗎 日前他在自己的直播上 透露他自己登上了日本的教科書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26日夜の生配信中に とある視聴者のコメントで 情報の教科書にVTuberが載っている と書かれていましたが それに対して キリュウココは最初 絶対ネガティブな内容で載せられたと思いきや ポジティブな意味で教科書に掲載されていました YouTubeなどの動画投稿サイドに 自作の動画を上げて 再生回数に応じた 広告収入で生計を立てるYouTuberは 小中学生の憧れの職業に ランクイン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ました さらに最近では自分自身に代わって CGなどで作成したキャラクターに出演させる バーチャルYouTuber 略してVTuberが注目されています VTuberのプロダクション会社も いくつか登場しています 同声可可在26号晚間的直播中 突然有位观众留言說 BTuber被写進了日本資訊科技的課本中 一開始可可認為一定是寫有關自己的負面內容 沒想到課本中是寫到 因為YouTuber的興起 自己製作影片上傳的人數變多 由此衍生出名為YouTuber的新職業 也在國中、國小的 憧憬的職業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近期也有由虛擬人物進行直播 制作影片的新興YouTuber 名叫做VTuber 也出現專門管理VTuber的經濟公司 キリューココの他にも 7人のVTuberの写真も一緒に教科書に載ってあります 説明文の中ではこのように述べられています キリューココやウルハールシアのように 年間1億数千万円も稼ぐようなVTuberもいます スーパーチャット世界一 説教書に載ったということは 歴史上の人物になったのかと キリューココは爆笑しました 除了童森可可之外 还有7位VTuber的照片 也一同被編入課本中 其中文字的部分还特别注記 童森可可跟ルシア 在2020的观众斗内的金額 高達1億多日幣 听到課本中这么注記的 童森可可直接笑說 被注記到課本中不就等於名流 青史真的變成歷史人物了嗎 科学技術が進歩し 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の形も変わり 教科書の内容も時代の流れに合わせて 更新しています HoloLiveのVTuberが日本の教科書に載ったことについて 皆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か? 随着科技進歩 生活娛樂的形態轉變 連課本中的内容也得跟著流行文化更新 不知道大家對於HoloLive的VTuber成員們 被編入日本課本中的消息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好 那麼第一篇話題大家覺得怎麼樣? 很可愛欸 這是我們第二次討論到VTuber 說到VTuber我們的點閱就會這樣 啪!直線衝刺 上次的那個是那個大空毛 那個摔角的 那個我們YouTube的點閱其實都很低 就那一支影片快要兩千了吧 對 可能因為我們封面做的圖也是那個斯巴尼的圖 然後整個人就點閱就往上前 果然這樣蹭啦 其他的都三四四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其實YouTube有一點偏向就是我們多做的 對啦 就是我們主要還是做Procase 因為我覺得YouTube做這種教學式的 不是娛樂項目就有點難 有點難衝上去 而且其實我們沒有花很多心力在編輯影片上 就是如果你YouTube的點閱要好 你就是要有很多的效果 特效啊 然後可能我們要say一些橋段啊 然後一些有趣的元素 然後可能時間也不能那麼長 而且畫面也不能像我們這樣就是一個側路的畫面 就是你要有很多變化 才有辦法衝 可是就我們沒有錢 我們沒有錢也沒有時間 以後可能會放一些有趣的影片在上面 我們目前就是只有上幾本的字幕 還有一些補充的圖片這樣而已 就讓大家如果真的想看的人 會點進去看字幕這樣子 對 嗯 可可真超可愛的 怎樣 就是VTuber 就是VTuber的俗語 就是烤肉麵 然後大家都 學日文應該都知道就是完全沒有翻譯的東西叫做生肉 然後翻譯過後的話有些人會說是熟肉 然後把VTuber的直播上字幕跟就是翻譯的話 這些人就是在烤那個生肉嘛 所以把那個肉烤熟給中文的 又不會日文的人看 所以他們有一個名字叫做烤肉麵 是只有For VTuber 對我覺得這個詞只有VTuber在用 嗯 然後就是我就看了一個烤肉麵 他就剪了 應該是類似精華 然後是有剪片段跟中文 紙幕上 而且他們上字他 就是有用心在編輯 對他們真的是有愛在做 然後他就是 就是 就是剪到那個 那個 那個癢癢的那個叫做 瓦塔妹 瓦塔妹 對 他就剪那個瓦塔妹的精華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到哭耶 為什麼要哭 怎麼了 就是瓦塔妹在哭耶在哭 為什麼 就是有一個觀眾留言給瓦塔妹說 他就是一直很想自殺 然後生活過得很不順利什麼什麼的 然後偶然之間看到了瓦塔妹的 的影片 然後他就覺得至少在他很寂寞很孤單的時候 有一個人陪他 然後他就 他就講一講 然後瓦塔妹也在哭 因為他也很感動 然後我就開一開 我就 啊好可愛 瓦塔妹 原來 其實我也沒有看很多 我不是 我不敢說我自己是 就是滴滴 嗯 滴滴這個也是什麼東西 當然人家就會問說 你喜歡VTuber的誰 然後有些人就說 喔我是滴滴 然後滴滴就是 誰也喜歡 就是我全都粉 很好 好喔 就是全婆俠 你有聽過全婆俠嗎 沒有 全部都是我婆 好喔 對就是一些網路用語 對 這些VTuber是只有那個 HoloLive而已嗎 沒有沒有 其實還有很多 有一些是個人式 就是不屬於任何經濟公司的 就是個人式 然後比較少 然後其實就是兩大公司 最大的就是那個 HoloLive 然後第二大就是那個 你自己上一集 就是他們就是經濟公司的名字 對就是主要是這兩大件這樣 嗯 怎麼樣 不知道 我很好奇 為什麼很可愛 為什麼不看實體的要看虛擬 因為我覺得虛擬的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現在3D建模的技術不是變高嗎 然後他們其實是可以抓很多 就是後面的中之人的臉部表情 就是裡面演繹那個角色的叫做中之人 然後我覺得有VTuber這個皮 這個3D建模在外面 我覺得讓很多 其實聲音很好聽 可是他可能外型沒那麼出眾的 的就是直播主有機會 就是讓大家不看他的外表 就是只看到他的才華 就有一些就是 可能長得沒有很漂亮 可是他的聲音很好聽 他很會唱歌 或者是他很會跟大家講話 跟大家互動聊天 這種 或是他很會玩遊戲 嗯 之類的 我覺得是 讓很多 其實真的很 很 很有才華 但是原本沒有被看見的人 就是被看見 原來 對我覺得這個是一個V2的 為什麼不看實體是看虛擬的 就是可愛 第一個也是可愛 是他那個外表 就是他那個建模建的可愛嗎 建模建的可愛 然後再配上 我覺得是 然後還有他人設 還有他講話 然後還有他的個性之類的 嗯 因為其實去除外表之後其實 還是有很多很棒很棒 對 對 除了臉之外 所以他們有了一個 他們自己的皮包 嗯嗯 然後就可以 把他們的才能展現出來 可是其實還是有很多中之人 都長得很可愛 像那個佩甲拉的裡面的中之人也長得超可愛 他們有露臉喔 嗯 其實很多 在現在在經營當Vtuber的裡面的中之人 其實很多 原本就是有在做直播自己的 還沒進到那個HoloLive 還沒當佩甲拉之前 他之前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活動了 嗯 可能自己之前就有在開台啊 或者是有像 嗯 嗯 美國主 伊恩 就是有一個叫做那個死神的 他其實 他就是美國人嘛 嗯 然後他其實原本就是唱Rap 就蠻有 小有名氣的 然後進到 那個HoloLive裡面 讓更多人知道說他唱歌的才能這樣 嗯 他們的節目都是 就是深放嗎 有深放也有預錄 或有合作的 嗯 可是我其實真的沒有看很多 我不敢說我自己是 專家什麼的 如果我有講錯的地方 歡迎大家留言指證 對 因為其實我看的就是 就是 跟張老師一起看佩甲拉 然後我自己比較喜歡那個 Watame啊 然後像斯巴魯 有時候看到人家剪金的話 我會點進去 嗯 這樣 像我自己的推薦就不會 永遠都不會滑到原來 因為你沒有看第一個 你沒有看第一個 欸 可是很奇怪 我之前有去查那個啊 斯巴魯的東西啊 可是他一直不會跳出來啊 欸你要一直看 你要 他推薦的 右邊的你要再點進去 然後 我就是不會想點進去 你知道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 一定要找到你 覺得烤肉麵烤得很好的影片 然後就一直看 有時候就會 我昨天跟那個 POPP啊 在用電腦啊 我們就一直狂看耶 看VTuber嗎 對啊 就一直看下去 欸這個 我們看這個 然後我們就看這個這樣 然後是看他們唱歌的啊 就是看完一首他們唱歌 就再看 下一個唱歌就這樣 然後像那個 今天講到的那個 同聲可可跟那個 Rucia 他們兩個就是真的 去年來 就是抖內金額最多的 一億多日幣 像什麼突然這麼多人在看 然後還抖內 我覺得就是一個 風潮耶 就是現在流行VTuber 然後看了就 真的很可愛 然後就 你有抖內過嗎 沒有 我有抖給呱吉過 我沒有抖給VTuber過 嗯 而且我都是看烤肉麵啊 雖然我看得懂直播 可是 直播 我覺得如果 太長了是不是 對對對 或者是 因為我知道看多東西 嗯 然後 我就看烤肉麵 我又不會 給錢 給烤肉麵 嗯 對不對 嗯 像那個同聲可可 就是去年鬧很大的 因為大家都 有看過 連志祺都有做影片 這個我就知道 就真的連台灣都在討論 就是 跟大家解釋一下 發生什麼事 就是去年那個風波 就是他們在 直播的時候 就公布他們的後台數據 就是有多少 就是 就是他們的觀眾來自於哪裡 嗯 然後 就有台灣這一個 他們秀他們的地區 對對對 然後就中國網友就不爽 為什麼台灣算是 一個國家 對 這樣 他其實也沒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這一個 就是 這句話沒有說 對 他就會覺得 他應該 他們 我覺得中國網友不滿的是 他們應該要說 台灣 中國台灣地區 之類的 他們應該要講說這樣 他們才可以 Youtube的後台 會有中國這一個嗎 應該不會有吧 他們不是沒辦法收 對啊 不是沒辦法進去嗎 而且他們都跨VPN 所以翻牆應該 他們會算到 那也不是他們的錯啊 是你們 就被盡量 那個是啊 對啊 然後就整個鬧超大 因為像HoloLive原本在 中國有中國族 就也 他們有前中國旗下的 然後有幫他們 就做幾個角色 好像四個還七個 我忘記了 然後就在去年年底 就全部都停止活動 就畢業這樣 所以那些角色就沒有 就沒有 他們都沒得看啊 爽 他們自己 自己害到自己耶 所以其實很多 中國喜歡HoloLive的 的 觀眾就 就有點生氣說覺得 不要 不要再去檢舉了 不要讓我們沒東西看 嗯 可是我覺得他們要知道說 他們 一直 去打 各樣的東西 只會造成他們 能看的東西 越來越少 被限制的東西 越來越 我們最近不是還要審查動畫嗎 對啊 那個 你知道有一個 吉道祖福這個作品嗎 這個我知道 他們那個 作品 不是刺青嗎 嗯 全部都變成 白肉 對白肉 就什麼 那個吉道的部分 就都沒有了耶 很好笑 他們真的是什麼 都要生差 所以我就想說 好啊 這樣很多好的作品 他們一定很多 都沒辦法看 嗯 我是 樂見其成 你們就繼續 我這樣是不是有點偏激 我覺得會害到國民耶 對啊 害到很多喜歡 真正喜歡那些作品的觀眾 嗯 因為在那邊 檢舉的一定都是自己 不是客群啊 嗯 你知道像那個 中國要玩 那個國外的遊戲 也是被限制很多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Steam平台 你知道那個美國 就是現在全世界最大的 遊戲購買平台 叫做一個 叫做Steam 沒關係 就是你在上面就是你可以買 線上版的遊戲 然後就是各大遊戲基本上都會上到Steam 嗯 可是其實遊戲有很多 題材是中國還蠻不喜歡的 比如說 槍 槍戰啊 他們連那個血腥的東西都會被拼 你知道嗎 我想知道 是不是煙也會被拼 對 會變成牙籤 對對對 他們就是限制的東西太多 導致他們 比如說像Steam上面 上面 應該現在有上萬款遊戲可以買 可是現在在中國上面的Steam 好像才很少幾百個而已 能進到中國的遊戲真的太少了 這樣子 嗯 所以我就覺得 有一天他們就是真的什麼都沒辦法用 說不定有一天連翻牆都會被禁 他們為什麼不趕快直接鎖國就好 我覺得他們有越來越靠近鎖國的趨勢 嗯 就是這樣子 大家 台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V2 很可愛喔 因為他們沒有進中國市場之後 我覺得他們 有時候都會特別會說 啊台灣的觀眾的留言什麼什麼的 還有 台灣本來就 比較多人在看 對啊對啊 就是台灣就親日啊 然後就 喜歡日本文化的人也很多 嗯 就不用管他們在想什麼 有時候他們中國不是會抵制日貨嗎 一波有時候一陣 就說要抵制韓國 我們抵制日貨 抵制美貨 動不動就入華 現在在那個抵制特斯拉 喔對對對 很好笑喔 不知道在幹嘛 對啊 好啦 那就這個話題就到這邊 好那我們就第一篇話題的單字 我們選了兩個 超難的 我看到片甲名就直接打馬賽克 應該是所有片甲名都打馬賽克吧 沒錯 英文跟片甲名是我的苦手 嗯 好喔 好 我們今天選了兩個單字 就是一個正一個凡 一個叫做positive positive 好難喔 哪裡難 很難 那如果寫成評價名呢 那應該就可以背得起來了 哈哈哈哈 他們發音是一模一樣好不好 好 positive的話就是積極正面的意思 然後它是英文翻過來的 外來語 對 然後英文我也不會唸 呃台式的翻譯的話就是positive吧 positive 可是我們剛剛請Google小姐幫我們唸 她唸了一個音 我們完全模仿不出來 對 然後 你要不要再放一次看看 來喔 Google小姐的英文翻譯是這麼唸的 Positive 有嗎? 都有學會嗎? Positive 好 好 我們英文不是我們的專長 沒錯 那第二個單字呢 叫做negative negative negative 然後它就是剛剛那個 一個積極的相反的意思就是 消極負面的意思 就是消極負面的意思 對對對 它也超難唸的 它們都是四個音節 對 positive 跟negative 嗯 好 然後我們再聽一下Google小姐怎麼唸這個 也很難喔 negative negative 反正就是這兩個就是英文單字的外來語這樣 然後它的拼法 你跟觀眾聽眾說一下 它的拼法呢就是positive 四個音節 然後那個t啊是 它是一個大的te 加上一個小的e 然後bu 對 然後就是第一個那個po就是圈圈的那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c 然後加點點 positive 嗯 嗯 好 下一個字的拼法是 negative negative 然後就是都是 第二個沒有圈圈 都是都是點點 就是那個ne 然後ka加點點 ka 然後最後一樣都是bu 都是點點的 對這兩個字大家可以背起來 算長的出現嗎 蠻長的 像剛剛會出現這個字就是那個那個coco 它不是說一開始人家跟他說coco 它的名字出現在那個教科書上面 然後他就直覺就覺得 一定是負面的消息然後寫在上面 結果是正正向的 就是賺了很多錢這件事情 嗯 剛才沒有聊到那個耶 資訊科技耶 喔對 資訊科技 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對我們 就是我自己就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課本會需要放youtube 對 btuber的 就在介紹btuber 對對對為什麼會需要這樣 然後我就去查那個是什麼課 嗯 是高中的 對它是一個高中的課程 叫做就是jouhou這樣 jouhou 對 情報課 喔 喔 他們的jouhou就是等於我們 台灣的高中的資訊課 所以它的這個課有一點像是 台灣的電腦課加資訊課加 媒體課 對 知識 對對對 我其實沒有翻課本喔 我就是查資料而已 因為這裡翻不到課本 我們沒有課本啊 我們有找到那個課本的階途 封面啊 對對對 封面有找到 有有有 如果在日本的大家 有機會可以看到喔 他可以翻看看 嗯嗯 好 那就是這一篇話題的單子到這邊 那我們就接著下一個話題 嗯